第三个阶段就是从清政府对法宣战到又发布了这个停战令 就是从1884年8月26日到85年的4月7日 因为在这时期战场除了东南沿海这个海战以外 在中越边境里面也是在进行 从总体的一个方针来讲主要是为了保全监土 所以在军事方面是洋海进行反击 陆路方面进行一些进攻 那么外加上是以不赔款不割地为原则 同法国进行一些交涉 企图造成一个气方宝台 也就是把这样一个方鼠国 就是越南可以丢弃 但是台湾一定要保住 所以在这时期双方的一些战斗 一方面就是在东南洋海 就是在台湾等地里进行的 在陆路方面来讲也取了一些成功 这是整体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先看看东南沿海的一些战斗 就是有保台之战 也是在台湾的淡水一带取得的 就是在宣战以后 法军统帅孤拔 就是你转向北京来夺取了 山东的威海卫和旅圣口 但是法国政府不想把战区扩大 而造成各国的干涉 所以造成了法军的补给是困难 而这一时期 李鸿章在这时期又在进行 从法国进行谈判 所以在法国政府方面 他不是太想扩大 只是在军方方面 想进一步地扩大他的一些影响 扩大他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 就是中国又是大力地进行一些援助 接济台湾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法军只好是希望在台湾一地 获得一些成功 那么在整个交战的过程当中 在交战的过程当中 就是大陆对台湾予了大量的支持 大量的支持 所以北沿军 北沿水师也派了一些舰艇 来支援淡水的作战 当然在派 在中国全派 这样进行资源的过程当中 遭到法国的一些阻挤 就是原来五艘船 但是遭到阻挤以后 击挤两只 三只的最后背后退回 当然是丁鲁昌等人 还有些舰队也在其中 进行一些资源 进行了一些资源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得宝台战役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法国人的一个 参款的一些进攻 那么在淡水区的大劫以后 那么孤拔等人继续北上 就是想攻占了东南沿海 浙江一带的震海 那么在这一战来讲 就是说孤拔的死 就是学世界是存在这个 争议的 就是有的认为是在 震海之战当中 被炮击中 最后阵亡死的 但是像这一些考证人文 就是受了战士的一些 影险也是有 就是另外呢 孤拔因为是在海上作战 一个是受到 伤病的一些困扰 最终的伤亡而死 这样来讲 就是使得法军的侵略者 在震海域遭到 欧元利剑的 等人的坚决抵抗以后 给法军的一个 重大的挫折 重大的挫折 这是在东南海间方面 进行的斗争 那么在路上呢 也就是在中越边境方面 进行斗争 就是在清政府对法宣战以后 决心呢 在陆路上也发起进攻 来以雪马尾之耻 所以两组合的 李鸿章呢 也主认为呢 就是说 陆路则是我众彼寡 我祖彼克 如能鸡谢金莲 莲许王辈 未始不可一战 也就是主 李鸿章呢 也开始认为 在陆路方面 还占有一定的优势 可以和法国的决于死战 所以在陆路方面 是也缤封了两路进行 缤封两路进行 西路也就是由云南的巡抚 就是由陈玉英 就是云南的呢 云贵总督陈玉英 和黑旗军呢 作战 直接攻占了越南的宣光等地区的一些胜利 收复了一些巡抚 那么东路军也就是在广西边境 西路军是在云南边 和中越边境 云南中越边境当中 那么则是由潘顶新 就是组合派李鸿章的部下 他由于作战不利呢 士气比较低落 所以在法军多次进攻下来失败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当时经过甲生政朝以后 张之洞被派完了两管当总督 那么张之洞呢 为了枉费自己的一些面子 所以就启用了一个老舰 粉子才呢 临时出伤 所以在张之洞和主战的先军 舰领彭玉林的支持之下呢 粉子才重新出伤 他团结各军呢 加强了一些战备 加强了一些战备 就是在正南光一带呢 现在的友谊关 进行了积极的一些备战 就在关前呢 筑集了三里墙的一个长权 就是身外战口 就变成一个三地的防御的一个体系 防御的体系 那么在1885年的3月23日呢 在法军主力 尼格里的率领之下呢 等不到援军 他就想呢 对正南光发动攻击 所以在这时期呢 粉子才就利用这样一个有力的形式 弹结了先军和贵军 那么英勇的抵抗在危急时刻 又是奉勇的杀敌 身相世俗 最终取得了正南光大节 也称之为恋伤大节 那么这次让人呢 击毙了法军呢 多人 当然击毙法军的数 人数的记载 一些时机呢 不一 有的说是数 打死了几百人 也有的说是击毙击伤 和击毙的法军是两百八十多人 也有的说是三千人 当然法军失败的原因来讲 一个就是呢 由于法军是冒敌生路 孤军轻敌 另一个方面来讲 是清军方面来讲呢 兵力方面也占一定的一个优势 在粉子才的领导之下呢 士气还是比较高啊 所以在这时期呢 最终是取得了这样一个正南光的一个大节 而正南光大节呢 它产生一个较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这场战争 它对战局的影响呢 是中法战争当中具有一个决定性意义的一战 它的胜利呢 不断扭掌了整个越南的一个战场的一个局面 而且是整个战局 中国呢在这里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对法国的影响来讲 也就是引起了整个法国统治者的一个巨大的震动和恐慌 那么在这次正南光大节以后 上月30日 法国的一些群人民呢 就走上街头 走上街头的游行示威 就包了议费 最终导致了法国的费路尼政府的一个垮台 当然在这时期呢 清政府 它是不顾主张者的一个反对呢 提出了一个神圣集收的策略 就是主张利用这个圣局来谋求合局 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签订了一个中法的新约 那么在这时期呢 就把刘永福调往广东的南澳 调往广东南澳 就把他的军队撤回来 当然在越南一带呢 还有一些人呢 坚持了进行对法国的一些抵抗 就是对法国的抵抗 就是取得了林陶的大节 这是一个尾声 就是在中法战争当中进行签约的 进行呢 中法战争当中呢 进行 进行呢 抵抗的过程当中 进一步的 对法军进行的一个斗争 那么正南关大节的一个取得呢 实际上也讲 中法战争呢 基本上是告一段落 因为整体来讲是 清政府呢 他在整个战争当中是 十战十和 那么他想利用这一次战争呢 来摆脱他的一些危局 也就是取得了合局 所以在整体来讲呢 整个战场的一个形势 是一个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这是我们看到的正南关大节的首领 和他所进行的战争 大败了法军 那么他后来呢 还曾经呢 当了一些贵州的一些提督等等 那么中法战争呢 基本上是 以中国的胜利 就是取得了战时的一些胜利 但是在整体上来讲呢 我们如何来认识和评价这一次战争 当然我们平时中学的教授上讲的一个 就是说 中国是不败而败 法国是不胜而胜 那么从整个战局的分析来看 中国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呢 那么这里呢 还是值得一个探究的 值得一个探究的 那么 等下来认识中国 在正南关大节和临陶大节当中 他最后的一个结局 我们讲了他是签订了一个 签订了一个中法的新约 但是这是在中国正南关大节取得胜利以后呢 采取一个神圣即收的一个策略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就是说 中国从战胜的局势上来看 确实取得了一些胜利 比如李永福就多次击败了法军 在1884年呢 其他的一些舰领 像王德坂等的呢 也在北厘打败了法军 还有呢 刘明船在基隆呢 进行宝台战争 也击败了法军 使法军在淡水受挫 那么这 在8485年当中 就是中国在战争上呢 是取得了一些胜利 还有收复了一些恋生等地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 当然某些人看来就是作为呢 处在一个有利的时机 对谈判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 认为谈判呢 就是一个不败而败 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呢 就是从战役上来讲 可以说是中国是取得了胜利或者说不败 但是从整个战局来看呢 就是中国并没有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 不能说呢 是中国不败 因为在陆陆战争上 中国取得了这些胜利 他三王还是大于法军的 三王大于法军 而且呢 他并没有整体的扭转 整个战局 当然在刚才讲到的 这样一个正南关大捷呢 他也只是一个局部的胜利 对整个军事上的优劣势来讲呢 可能长期来讲呢 他还没有完全的改变 因为法军他主力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呢 并没有完全受到打击 他还可以呢 卷土重来进行发动新的进攻 在海陆方面来讲 福建水师经过马尾之战 是遭到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南沿水师也遭到重创 台湾呢 被法军封锁 并且占领蓬 所以在整体上来讲呢 就是中国在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 但是从战局上来讲 并没有发生一些逆战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呢 以中国取得胜利 还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说不败而败 到底是不是不败而败 当然也可以这么讲 但是呢 如果从整个战局来看呢 还是值得进一步的分析的 而战争之后 清政府呢 采取是成胜集收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的原因有哪些呢 清政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一个策略呢 有哪些 大家想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 在整个战争当中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 蒋生政朝 那么蒋生政朝呢 也就是清政府 他当时的中书朝廷的中书机构里面呢 他有几个派别 主战派和组合派 当时组合派呢 他是在政坛上占有较大的影险 像李洪章和慈禧太后 以及公亲王等的都是如此 特别是持最高掌权者持下来后 他并没有根本抵抗的一个决心 所以他和公亲王呢 他害怕法国不当的征兵来扩大这种战争 又担心呢 战争长期打下去呢 会激起民变 会发生农民起义 而当李洪章建议呢 借炼商一战 之威以地合约 则法国人不敢万求 那么提起这样一个策略以后呢 就支持李洪章呢 同法国人进行谈判 那么积极地寻求一个 同侵略者和解的途径 那么来避免 避战求和呢 也就成为清政府的一个主要的侵限 那么在这时期呢 曾记者当时也是主战的 但是在这时期呢 他也出现了一个摇摆 就是主战呢 在炼商之战以后 乘胜 乘继进行和谈 所以在这时期1885年的时候 炼商正南关大截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组合的生战主流 这也是导致清政府的决定 成胜之后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来讲 就是从军事上 就是清政府自己也面临着 一个较大的困难 主要是财政困难 财政困难 就是军费的补给方面 存在一些困难 正南关大截以后 中国面临的军事危机没有结束 就是像法军 他在占领 在清军攻占 炼商第二天 法军呢 他也拿下了彭扶 那么企图呢 以彭扶作为长期战据 和侵略台湾的一个据点 那么这也实际上来讲 也加重了台湾的危机 所以从这时期呢 清军本身经费方面有问题 要发起新的战争 也有一些难度 所以整体来讲 清军的素质 我们知道 他并不是由这些 新改造了的军 没有 混子裁的部队 也是没有受过一些训练的 一些新部的兵 那么法军的阻力 没有受到损失的话 要进一步的再打下去了 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时期来讲 整个法军 法国的军队 已经是占领了越南的南起和北起 就是整个越南全境 基本上占领了 是畅通无阻 清军要援助越南 要到别的国境去 后援跟不上 所以在这时期来 如果继续援越的话 只能孤军胜路 那么这样来 对自己来也是不太利 所以他这时期来 军费进展是有些困难 第三个方面 就是从国际环境上来讲 对清政府进行和谈 也产生一些影响 像刚才讲到的 法军在进行扩大战争的时候 其他的英国和俄国 也怕法国进一步的扩大一些影响 或者是对他们在欧洲方面 进一步维持这种平衡 调节一些不利 所以一方面也是敦促了法国进行和谈 当然也为了保证 他这样一个帝国的一些面子 也是不是帮中国而是帮法国 对中国来进行一些外交的讹诈 而这时期我们知道 在1883、1884年的时候 日本已经开始强占起来 又在朝鲜挑动了一些事情 在1884年发动了一个开发事变 也是利用开发党 也是占领了一些朝鲜 那么朝鲜来讲的威胁比越南的威胁更大 因为在日本造领朝鲜以后 朝鲜离京师很近 越南离京师来讲离北京是比较远 所以这暂时不会危及到清朝同志者 所以在这时期 清政府认识到朝鲜在中国的战略地位方面 远远超过越南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 造成了一个放弃越南保朝鲜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在英、俄等国的一些调停之下 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一个是朝鲜和越南 这样一个南北不被夹击受敌的情况之下 所以不希望进一步地打进去 所以在英、美、俄的调停之下 中法战争双方都希望尽早结束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双方新政府也就决心了 要放弃越南这一个方鼠国 承认了法国统越南签订的这一个顺法条约 那么这样就进行了 实际上在整个中法战争当中 就是这种谈判和谈一直没有停 就是可以说是十谈十战 那么在1885年的时候 甚至在英国伦敦的金登冈 他就专门作为中国的一个特使 同法国进行一些谈判 作为代表清政府同法国进行交涉 那么在这样一个正南关大劫之后 则是金登冈和毕乐代表中法签订了 这一个停战协定1885年 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 再由李鸿章同法国的公使巴德洛 签订了中法的合约 也就是中法会定越南条约 或者称之为是礼巴条约 我们前面讲的 那么这个礼巴条约 它的一些内容 包括就是中国承认了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 那么中国指定两处边界通商 那么法国的后部可以自由地进出了越南和云南边境 并且奖税等等 那么还有修筑一条进入中国越南的一些铁路 那么法军这样退出台湾 那么这样的战争就通过和谈的形式结束了 和谈的形式结束了 当然中法战争来讲 就签订了这样一个中法的条约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几个情形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中法的条约的一些签订 那么使得对中国的战争 对中国的战争局势 发生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那么这是它的内容 中法条约的一些内容 在1885年签订的 那么这对中国战争带来的一些影响 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就是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一些立权 加上了这种边界的危机 加上了边界危机 特别是铁路修处权的修处 从越南直接到了云南 那么对新南边境的危机进一步加深 这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刺激了英日等国对中国的一些 林邦和边境的一些侵略的野心 那么中国传统的方鼠 首先是丢掉了越南 那么后来朝鲜 也变为了 被日本所占去 作为它的方鼠 这边界危机仍然严重 所以在19世纪末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民族的危机 另外就是战争 对往清政局的影响 刚才讲到了 引发了这样一个假生战潮 还有在朝中 也发明了野风为了 一种左战和左战派 另外就是在朝廷里面的分裂 战争形势的变化 另外就是台湾建立了一个行省 在1885年的时候 建立了一个行省 由刘明传 作为了一个首任的巡抚 加强了台湾各方面的一些建设 那么这也加强了大陆各族 同台湾人民的一些联系 有利于台湾的发展 另外就是海军的建设 那么在85年以后 李鸿章更加注重 对北洋水师的一些打造 所以在1885年10月以后 成立了一个海军衙门等等 总理各国的 总理海军各国军务大臣 由李鸿章招管其事 那么北洋的几十战队 建队得到很快的发展 最后一个就是 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也产生一些影响 就是马尖之战 就是马尾之战 对中国人刺激很大 就是同时也意识到 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像梁启超所讲到的 马尖战败 使者见之西法不能禁句 谈言误者以不以为生辞 所以从这时候开始 就是马尾之战以后 天下为之大变 就是张之战谈到的 文先宗旨一变 西法无以为保中国 无以至保 即无以保民教 受到中法之战以后 向西方学习 推行着海军和海军建设 还有逐渐的 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七五方面 而且更加注重就是在 政治理论 政治方面设意愿 实行的君主立项 那么也就为后来 戊戌变法 可以说是开了一个 相合 就是在思想方面 提供一些启示 这是中法战争 对中国设备的一些影响 最终就出现了新的时机 就是加勿 中日战争以后 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起 好 我们的学科来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